据CNBC报道 美国时装品牌Ralph Lauren 拉尔夫劳伦正寻求元宇宙的发展机会 以吸引年轻的购物者 并正研究如何从NFT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 Ralph Lauren行政总裁Patrice Lewitt 在全国零售联合会的年度会议上表示 公司位于Madison Avenue的店铺 消费者可以在店内进行虚拟参观 并买下数码服装 甚至是虚拟咖啡等 Lewitt又透露 公司有意购买元宇宙的地产物业 Lewitt还说 他也亲自参与其中 并已经为自己的化身穿上了橄榄球衫 据悉 Ralph Lauren目前已加入了元宇宙平台Zepto 和游戏网站Roblox 在该些元宇宙平台中 消费者可以为个人账户的头像 穿上Ralph Lauren服装 在加入Zepto仅数周后 Ralph Lauren已售出逾10万套数码服装 CNBC报道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零售商 开始迈入元宇宙 如Nike上个月 买下虚拟球鞋公司RTFKT 沃尔玛近日亦申请了商标 为出售从家居装饰 个人护理产品的虚拟商品做准备 并向用户提供虚拟货币和NFT等 沃尔玛近日亦申请了商标 沃尔玛近日亦申请了商标